有种说法是人的命天注定 佛教是怎么看的呢 大家好,我是卓然 享誉全球的星云大师曾开示说 佛教认为命运不是定型的 是可以改的 佛教不鼓励听天由命 命运可以因为行慈悲 赔福德,修忏悔而加以改变 再坏的命运也能透过种种的修持而加以改造 相反的,好的命运不知善加维护 也会失去堕落 所谓居安思维不能不借据谨慎 所以有以下迹象时 大家就要警醒该时不时的做些维护工作了 大家都知道 忏悔可以给我们的身心灵减负 就如同铲掉我们心头的灰尘一样 可以让我们放下过往的思想包袱 重新以全新的自我面对生活 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 那我们怎么知道 身口意已经背负了重罪需要忏悔呢 以下有六种情况 都必须要赶紧地利用时间 把这个罪忏悔掉 否则离命中的时候就不吉祥了 第一个 或心神昏塞,转头即忘 若经常觉得心老是昏昏顿顿的 就表示明了性的外面 有一层罪业在遮住了 因为这个不正常 正常人的心明了性很强 一个人若老是觉得精神 心识昏昏顿顿的 这个就要注意了 第二个 无视而常起烦恼 这更严重了 不但是昏顿还经常莫名其妙躁动不安 这个业力就比之前那个更严重了 它不但是遮蔽你 已经有一种活动力开始活动了 因为罪业是躁动的 善业是极尽的 第三个 或见君子而乃然消举 若见到有德行的君子 应该要随喜赞叹 结果有人反而心虚 这个就是罪业的第三种状态 到这个时候 问题都还不大 都只是业力的问题 但如果这时不忏悔 继续造作下去 那就不是业力的问题了 就是破坏善根了 前面三个是增长罪业 是罪业的增长相状 下面的四五六 就是善根的伤害了 第四个 或闻正法而不欢喜 听到正法应该要欢喜赞叹 结果反而排斥 表示已经是无惭无愧了 善根已经失掉了 第五个 或失惠而人返怨 正常情况下 帮助别人应该得到赞美 结果人家反而伤害 这就是金刚经理说的 弘法或者做义工 本来是在做善事 结果反而产生很多的问题 表示过去一定有罪业 这种情况就是好现象了 重抱轻受了 这第五个 当然这也表示罪业要忏悔了 因为善业跟罪业相互冲击 他会先把罪业逼出来 第六个 是最严重的 夜梦颠倒 妄言失智 这个人已经颠三倒四了 根本谈不上善根了 已经没有办法判定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什么是功德相 什么是过失相了 内心的关照善根 完全丧失了 以上六种都是罪孽之相 就是有重大罪业之相 那怎么办呢 苟一类死 急需奋发 舍旧徒心 要把握时机 好好忏悔了 因为造罪要得果报 先得有一个播种的过程 但这个种子是没有形象的 所以我们很难去看到内心的种子 到底我是不是有夜种子 你看不到 那怎么办呢 佛菩萨的智慧 就是当你有这个罪夜种子时 它有征兆出来 我们都知道 山雨欲来 风满楼 你看到风吹 就知道明天要下雨了 这是一种征兆 正常人的内心 在唯史学上说 一个修行的内心有三种功德 修行人有修界定会 第一个 明了性很强 你的心平常是明了的 第二个 它是寂静的 明了就是不按钝 是寂静 它绝对不能躁动 你平常没事在那个地方 你的心是寂静的 安稳的 第三个 是法喜 带有一种淡淡的欢喜 但那个法喜不是外境的刺激 是你内心有一个法 念佛 持咒 自然会产生一种 法的力量的欢喜 由内心生出来 不是靠外境的刺激 前面的六种情况 跟这三种功德都不相应 它既不明了 也没有寂静 没有法喜 那个明了的心 已经有罪业遮住了 就像有一片乌云遮住了 要赶紧处理了 那么忏悔以后 我们怎么知道 它有没有起作用呢 佛门大德 境界法师 根据经文 开始说 以下有八种情况 只要具足了一种 就表示忏悔 达到了效果 第一种 或觉心神甜旷 在修忏之前 内心是闷闷不乐的 经过忏悔以后 觉得心情突然开朗 轻松了 这就是判定的罪 已经消除了 第二种 或觉智慧顿开 以前听经 怎么听就是听不懂 内心跟法当中 就有一层格爱仗主 现在经过忏悔 听到法师说法 法喜充满 智慧顿开 第三种 或除涌踏 而触念皆通 在整个繁忙的人世当中 左右逢源 事事顺利 没有障碍 自然很顺利 第四种 或欲怨愁 而回撑作喜 这个人 本来是我们的怨家 但是因为我们忏悔 现在看到我们 不但不生气 反而对我们产生欢喜了 第五种 或梦吐黑雾 在梦中梦到吐出脏东西 或者在梦中 看见自己洗澡 第六种 或梦往圣先贤 提携接引 在梦中能够看到这些古德圣贤 表示我们跟古德心心相应 感应到焦了 如果我们的心是最壮 而古德的心是清净 我们根本不可能梦到他们 之所以我们能够梦到 表示我们和他们的心的水平很接近了 所以说这是好事情 第七种 或梦非不太虚 就是感到清安 我们前面说过 善业的体性是轻飘的 所以在梦中往上跳是好事情 第八种 或梦床帆宝盖 看到三宝清净的庄严 如此种种盛事 皆是罪业消灭之下 像游新生 我们可以从我们身心世界的状况 来判定我们的罪业 是不是消灭了 总之 这个罪的消灭项 就是安乐的 清安的 跟苦恼时的躁动 是不同的 所以让我们一起 为我们的修行之路 清扫障碍 备足资粮 紧紧不退 为同生极乐 努力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